清晨6點多 李姓男子騎車汽油就往鄰居家走 隨即把手中的汽油往住家四處潑灑 這時候鄰居也發現了 趕緊出來制止 李姓男子汽油一波往鄰居身上淋 雙方這時扭打再快 從住家裡頭打到住家外頭 李姓男子打火機一點 現場瞬間陷入火海 兩人身上也灼傷 鄰居趕緊跑到旁邊把火拍掉 但李姓男子這時把剩下的汽油往身上倒 附近鄰居看到這樣的狀況 提著水桶出來滅火 你不要走 我現在幫你搖 救護人員趕到現場把兩人送衣 李姓男子躺在單架上不停哀嚎 很驚訝 說這樣早上就外面有在那裡回彈 我又在睡 我聽著放一聲 我們的客廳 肥的都中火 火勢延超把住家客廳都燒得焦黑 家具也損毀 但到底什麼原因讓兩人拿命拼 原來兩人積怨已久 李姓男子日前還遭到鄰居提告 清晨提氣有理論 卻雙方口叫火勢一燒 兩人目前全身80%的燒烫傷 姬院卻變成縱火案件 兩人目前都還有生命危險 警銷現場勘驗要釐清詳細案情 但鄰居情誼早已不復存在 這站並好 太中巴佬